熊讚跟著福興國小學生們一同彩繪燈籠 要為今年的台北燈節裝點多元燈飾 同時也學習傳統燈籠的記憶與元宵文化 因為我覺得這樣可以讓大家展現自己的畫畫技術 然後讓大家看到自己的作品 然後讓大家欣賞 我畫了一些海洋裡的生物 還有一些音符 然後星星 還有一些氣球 我畫的是那個龍 然後因為我畫龍 然後因為那個快要 因為已經龍年了 所以我畫一隻還可以的龍 然後上面的裝飾我是畫零片 因為跟龍有關 會感覺讓大家看到可以很壯觀 然後這樣可以欣賞自己的作品 你喜歡燈節嗎 喜歡 就是很多燈 很好看 很漂亮 我們這次指導學生呢 參與這個燈節的創作有三個重要的元素 首先是符星的英文字還有符星的中文字 因為西門町這邊有很多那個塗鴉牆 那其實都是用文字做為那個圖像的表現 所以我們讓孩子把文字也放入畫中 然後符星中文加英文 讓他自己對於學校的那個論同感 還有圖像的那個結合在裡頭 那我們在以今年的龍年圖像 做為三個主要的主視覺的要素 那這個燈是熊戰的燈 因為熊戰歷齡 所以我們為了熊戰呢 也創作了熊戰的燈 然後台北還有符星 一起來慶祝這個燈節 因為我們孩子我們學校的位置 就是在這個台北市的最早發展的一個城區 那現在的孩子對台北的歷史其實不太了解 我們就藉由這樣的課程 把龍年跟台北這個整個台北古城區的這個 有關一些相關的歷史 然後在課堂上讓孩子知道 有孩子們藉由這樣的一個內涵去做一個創作 我想孩子會更認同他們所出生跟成長的這個地方 2024台北燈節即將在2月2號開展 分階段方式進行 燈區包括捷運西門站至捷運北門站 真華路一段周邊 多個場地規劃主題燈式 觀環境系列活動 其中符星國小小朋友的燈籠 會集結在龍騰四海燈組區 打造燈籠隧道 也裝點周圍天橋公民中欣賞 希望翔龍帶領到台北市來 帶領大家怎樣呢 一起大步賣錢對不對 然後帶來新的希望 真的不容易 而且我們學在哪裡 西門 西門這個地區是台北歷史 保留多元文化最多的地方 包括熔爐都在這邊 多元文化融爐在這邊 哇 剛好我聽下來講說美術館在這邊 很多的教育館在這邊 哇 很多的歷史的古蹟都在這邊 非常有它的意義 剛好我們今年是建成幾週年 各位知道嗎 建成140週年 剛好辦這樣的活動 非常有意 也會在西門這個地方 哇 我們希望能帶來一個新的氣象這樣子 哇 真是滿好的地方 那今年呢 剛好小朋友的彩繪 你們的彩繪 會不會在這邊展出 會不會 會 一定會在這邊展出 希望說我們小朋友 我剛才看了小朋友 不怕做過 非常 比我畫得還好 比我畫得還好 就這樣不容易 所以給自己掌聲一下好不好 好 好 然後我們繼續 新年的台北歷史文傑 順利圓滿 成功 非常榮幸受官傳局的邀請 然後加一局的指導 我們跟西門國小合作 讓我們的孩子來創作屬於龍年的燈籠 我們孩子非常期待 我們把它放進課程 孩子在這段時間 每個人很認真的 創作屬於自己 獨一無二的燈籠 我們也希望這個燈籠 在整個福星跟西門這個大的展區 可以為未來的一年 帶來更多的希望 讓孩子們自己的創作 可以被看見 培養孩子更多的自信 小朋友對傳統文化的創意與熱情 都顯現在創作燈籠上 擁有百年歷史的福星國小 就在西區 長期培養學生美感 用藝術實現想像 也提前感受元宵氛圍 記者問軍 台北不到